好 紧接着第二题 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 习近平跟这个夫人彭丽媛 还有专机呢 在刚刚抵达了越南 进行国事访问 好 先来看这张照片 下机时的这一幕 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 就是当这两个人手牵着手 这个下飞机的时候 大家看到彭丽媛穿着这个深紫色 紫红色的一件这个旗袍 非常的优雅 那习近平打着这个浅蓝色的领带 那两人先在这个机舱门打开之后 先是挥手致意 然后手牵手走下了这个踢弦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习近平 他是抵达国事访问 是应这个越南的这个邀请 那同时呢 他也在媒体上发表了文章 那形容中越两国有着同志 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这个形容词呢 几乎就是只对越南 因为两国都是这个社会主义 所以在他的这边投书当中 就不停地会提到这一段 强调双方还是要妥善管控海上分歧了 所以还是有海上分歧 有没有 共同寻找都能接受的这个引述办法 同时也谈到了这个命运共同体 那路透娃等等 当然这个就在这些关系的细节上面 见缝插针 好 回到刚刚那张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不是 来 还有一个的话就一起给 我一起讲出来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 对 好 来 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跟刚刚那个差不多 好 另外一个呢 这个习近平12月12号 在这个越南媒体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嘛 强调是应这个总书记 越南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还有越南国家主席吴文赏的邀请 这是习近平任内第三次访问越南 那今年呢也是一个节点 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5年 他说两国的高层就两党两国 有没有啊 这个大陆领导人到其他国家去访问 都是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跟越南特别两党两国 不止两国还有两党 因为都是共产党 两党两国高层 像走亲戚一样的常来常往 这些词汇都是指对越南 那中国企业他也特别强调 呈建了河南 呈建了这个河内轻轨二号线 这是越南第一条城市轻轨的项目 到目前为止累积载客 将近两千万人次 他就讲到了重点 这次也会有一条新的 我们稍后来谈到 那他也讲到这个光伏产业 中国企业在海外建成的最大光伏产业群 就是在越南 然后还讲到流行 流行文化这一块有没有 越南流行歌曲 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圈很火 越南歌手 在中国综艺节目当中有很多粉丝 所以这篇大家仔细看 他讲的真是蛮完整 从历史开始讲 讲到交通啊 讲到科技啊 讲到这个娱乐啊 讲到这个经贸啊 等等非常非常的细 然后他也讲到有没有 就是这个重点 越南跟中国有着同志 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携手走好社会主义的道路 然后呢 讲中国的跟邻国的交往的重点 六个字 慕邻 安邻 复邻 还要希望邻居能够富起来 这是大陆对待所有邻国的一个方针 那大陆官媒环球时报评论文章就很有意思 因为两国已经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已经15年了 那这一次习近平去中越关系如何再上新高度呢 让人很期待 怎么样再上一个台阶 当然细节我们看到 这次包括外媒很关注这个 就是中国会提供一个先进的铁路技术 大陆基建狂魔嘛 帮助越南升级交通 包括这条最受关注 中国大陆南部到越南 这个海防港的铁路线 它会通过一些这个稀土区嘛 穿越越南最大的稀土中心 那大陆有开采技术 那今天大陆很多媒体 这两天都在预热有没有 讲中越的关系 中有一个就讲到所谓的迷鬼铁路了 迷鬼铁路什么意思 就是窄于一米 就是一个窄鬼铁路 那当时它也称为滇越铁路 从云南到这个越南 从当时的历史谈 但是现在大陆的 你知道这个营教能力不一般了 所以有能力 不但大陆自己 它的这个高铁的快速发展 它也帮它的邻国来盖 像现在印尼也有高铁了 所以紧接着越南 随机大使你外交专业 你怎么看待这个访问 两国关系如何再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这一次 这一次的访问是 主要很多是着重在 经贸的合作上面 那过去的 过去就是比如说 越南领导人到中国大陆 谈了很多是 越南的外交跟安全政策 那双方在这个外交跟安全政策 交换了对焦 那越南就是说 基本上它不会跟任何国家结盟 它会跟世界交朋友 可是它不会跟任何国家结盟 而且呢 它会比较注重域内的国家 而不会把跟域外的国家 进行过分的合作 所以这个就是说 双方在这个整个外交 还有这个安全上 有一个共识 以后呢 这一次 我想习近平去带 可以说带了很多的大礼 很多大礼 这个光这个铁路方面的这个合作 基本上就是把两边的经济的关系 拉得更紧 因为过去两边是 铁路不同轨 不同轨 所以中国的货物到越南 它很困难 越南货物到中国也有困难 现在呢就是说 基本上等于说要 照中国的轨距 修一条北边的一条铁路 这个部分上一次就说 王毅到河内去访问的时候 大概就是两个礼拜前 他就提到说 中越铁路的一体化 一体化就是说 采取可以 中国的铁路可以开到越南 越南开到 这个对于双方的这个 我想经贸的往来 是等于打通 打通任督二脉很重要一点 因为越南现在它的 这个农牧鱼产品到中国的 出口到中国的数量非常非常的大 那你要走海路的话 不如走陆路 你如果说有这个路上运输的话 现在很多都是靠什么 现在靠 我看了这些很多影片 靠着什么 靠着货柜车 所以从越南 南越的一些 一箱龙虾 可能它要靠这个冷链的 这个货柜车 这个货柜车 这也是货柜 可是是卡车 一路开到开进中国边界 那个第一个量也不够大 第二个越南的 这个南北高速公路并没有 我问一下这个街大神 因为这个拜登才刚来嘛 这也是这个国事访问 你怎么看待这中美大国 静逐这个天平上 越南这个角色 我觉得越南基本上 当然是希望两边都有好处啦 就是说双面讨好 说实话你要送给他东西 你要帮他投资 难道你要他拒绝吗 不太可能嘛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对比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是 地利方面也好 人和方面也好 还有就是双方的实力来讲 那美国跟中国大陆都没有办法对比 因为去年的中国大陆对越南的投资累积 就已经到达85亿美元 而美国对越南投资才5亿美元 所以这个相距几乎都有差不多 快20倍了 快将近20倍 所以这个中间事实上的话 另外再讲这个双方这些 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来讲的话 那中越之间的互补性远高于什么 远高于每月之间的互补性 美国事实上到了越南 就9月份拜登带了好多这些高官 还有企业界代表去越南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就要送越南大礼 可是事实上他投资的场 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那比如说他有这些封装的厂 另外他要扶植越南 做这个晶圆片的生产制造 当然以越南目前的 整个的他的产业结构来讲 他要很快的要能够到 这个一个晶圆方面 供应的大国来讲 他还有很长的距离 那是不是能够立刻收效 都很难说 那另外一方面 美国也希望在这些 这些军事科技上面 也帮一些越南的忙 这越南当然愿意 可是问题 你美国的技术转移 能够给多少 你比如说 你说这种引擎 或者说船只用的引擎 飞机用的引擎 美国通常不是给的那么大方 我讲到 这个月 这样是讲到军事 我们看到日经 亚洲登一篇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他的消息来源 是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官 说美国考虑向提出向中国相互通报发射导弹机制 就像中俄那样 中俄在这个2009年签署 在2020年到期之后 又延长了十年 所以到此刻为止是有效的 所以他说他希望这个 你知道自己今天大陆也是乍翻了 说这个现在双方不是这个国防的高层对接 都只闻楼梯响 还没有看到实质的讯息吗 现在再进一步 要求希望这个发射导弹的机制 今天好多好多网友冷嘲热讽 你怎么看 可行吗 其实 为什么这么急迫 其实上一次这个习进 习败会之前 那么外界讯息就是讲 中国大陆愿意在这一方面 尤其导弹复免 导弹复免跟中国 跟美国展开一些接触 在之前中国大陆是 尤其在核武方面的谈判 跟美国是一向是闭门跟的 不跟美国谈 那事实上美国跟俄罗斯 事实上这个中程导弹协议 是美国单方面撤出的 对 那所以跟美国谈 美国事实上 他有这个毁约的这种 这种惯例 所以就是说 谈跟不谈 有没有什么关系 还谈了以后是不是或者遵守 那不过美国基本上就是说 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 尤其在这个导弹跟核武方面 跟中国大陆建行常规性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谈判 最后能够谈出跟俄罗斯一样 有关武器数量 跟这些技术上 也就是你发射的时候 互相通报这种机制 现在美国越来越有这个意愿 反面侧面折射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导弹跟核武 对美国来讲 越来越感受到受到威胁 那有这个威胁 还有他当然就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建一些管制的机制 然后相互通报 所以这个就表示美国现在感觉真正承受到中国大陆导弹 跟这个核子 核子武力的那样子 这样子的这个快速成长的这个压力 那当然就是说回过头来就是说越南这次我看 我看就是说有一个报道说 这个人还没到 榴莲的榴莲的订单已经到了 说越南大概一年 交给中国大陆榴莲27亿美金 我看这个数字我觉得简直是不得了 而且说还有一个国家 现在超爱吃榴莲 然后呢 现在呢也来抢那个市场是捷克 可是他一年才只进了一千万美元的 这个榴莲 可见越南农产品对中国大陆来讲是有它的市场的 不过整个来讲 我觉得说越南现在过去它的整个发展 经济发展就在抄袭中国大陆的模式 因为它也一样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体制 走社会主义的体制 所以它要改革开放 基本上都学中国大陆 那现在它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基础建设事实上已经快承担不起 它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步伐了 那么日本人跟他谈了15年 要给他修一个南北的这个高铁 15年 听说没有超过10公里 所以日本的那一套在越南完全没有办法落实 我想也不是日本人刻意要跟越南人放他的鸽子 而是日本人的做事方法 在越南那个环境里面 它发觉处处碰壁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这个一带一路在建设推动基建的时候 我记得中国大陆他们讲的一个口号 我觉得 我觉得是怎么样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他们说要用当地人的方法办事 这个也就是它会在很多不同的这些环境 不同的国家 它那个基础建设能够落实 最后能够怎么样 能够达出能够完成的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种态度 那就是说现在越南看起来 北部的铁路事实上已经要跟中国大陆进行一体化 那这个铁路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当然就是说 除了着眼于这个 这个农产品的运输 双方的经贸的便利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越南的稀土 因为越南的稀土产量是世界大概排到很后面 可是它的储藏量世界第二 对但是稀土的部分 当然这个开采会有些污染 还有开采技术这些都是核心的 中国有这个强项 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西方媒体极度关注的 那话说回来 习近平这次来国事访问 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出手也很大方 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问了一个好问题 这个会再上新的高度吗 高到哪里去 令人期待 我们这个近代揭晓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